前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丈夫潘樂圖創立並且擔任主席的安樂工程 旗下的安樂基電工程設備有限公司 承認違反競爭法 被判罰款1億5千萬 安樂基電涉嫌提供空調工程時合謀定價 競爭事務委員會週五宣布 公司同意承認法律責任 與經委會達成合作協議 包括就訴訟被罰款1億5千萬 並且要支付經委會的調查費和訴訟費 公司的兩名高級工程師 社家委和鄭傑純 也同意承認法律責任 另外 經委會說 考慮到安樂工程和安樂基電主動接觸 並且承諾履行合作協議中所有規定 將會行使著情權 向審裁署申請押後手輪訴訟中 涉及安樂工程的法律程序 但仍然會進行涉及安樂基電的法律程序 案情指安樂基電和信興集團兩間競爭對手 涉嫌在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間 提供空調工程時合謀定價及違標 潛載工程費達20億 消息 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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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